花蓮縣一遭刺網漁船在上個月初意外捕會議委 全球罕見的巨口砂 船長除了立刻通報之外 還協助巨口砂脫困 這是從去年進捕巨口砂上路以來的首例 花蓮縣政府也特此表揚 花蓮績刺網漁船驚鴻3號 上個月初在花蓮外海意外捕獲全球罕見 被農委會列為進捕的巨口砂 因為它太巨大而且網子纏得很緊 那沒有辦法只好從它的尾巴那邊 先用繩索把它固定 然後再下去把那些網子解開 那因為要解開它又很怕說把它弄傷了 所以要很小心 所以在這個時間上來講 我們處理了一個多小時才把它處理乾淨 就怕弄傷巨口砂 無信船長果斷下令割斷網具 讓它脫困順利返回大海 而船長也不願將漁網隨意丟棄海中 最後是花了一天的時間修補 同時也提供非常珍貴的影片 作為生態研究資訊 巨口砂其實是世界上非常珍貴的保育類 那從1976年在國際上發現之後 這40年來大概發現的資數不到300隻 那因此它非常的珍貴 那每一年大概4月到8月期間 它會隨著黑潮來到太平洋 就是台灣的海域的部分 那它是一個非常溫馴的動物 因為它只吃浮游魚類的部分 那在過去在還沒有限制保育它的時候 其實都會發生一些濫捕的一個狀況 又以它現在比較稀有的狀態之下 其實我們應該更重視這個部分 而這也是漁業署推動進捕政策以來 主動通報勃體釋放的首例 花蓮縣政府也特別頒贈獎狀 感謝鏡洪3號響應了保育議事 成為花蓮漁業的正能量典範 記者 許立芹 花蓮市報導